在娱乐圈有很多明星大卡都被分为神 比如歌神张学友 刘德会最称为爷 比如周英驰被称为星爷 更多的被称为大哥 如成龙大哥 曾志伟大哥 但唯独刘德华没有被神化 刘德华出道至今 一直被歌迷兴起来称为华仔 而且从一三十多年几乎没有变过 这种称为上的差别 其实可以很好的反映一个问题 那就是刘德华是最接地气的 在心理上是离歌迷离观众最近的一位 而且刘德华在娱乐圈 之所以没有今天的辉煌成就 靠的不是天赋 也不是后谈 而是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结论 然而大多数人都是天资一般的 每个人都能从刘德华的奋斗经历上 找到自己的友知 吸取自己的能量 刘德华除了有亲和力 敬业 对工作 对事业孜孜不倦以外 他有一个最保护的优点 就是拥有好人体 刘德华在娱乐圈打平了几十年 从来没有抱过一次黑料 也没有传过一次诽谋 而且跟他合作过的演员 都对他的为人称赞有加 其实一个人人品如何 从这小细节就会看出来 下面这张图是刘德华在参加 第42届台湾鸡马奖走红毯时的 刘德华乘车到达红毯现场 然而在礼宾 遇他开车门迎他下车后 刘德华向礼宾 做了一个双手合适 表示感谢的动作 所以说人品都在细节里 这句话说的真实一点没错 小宝看过无数次颁奖典礼 但几乎没有看到过一个议员 会像刘德华这样 给开车门的礼宾 给予如此大的尊重和敬意 他在永远都是那样的谦旋低调 在我们美类歌迷心中 他总是那样的逐一无二 无可取代